基隆市目前收垃圾的费用采取随水费征收 如果未来比照双北市采用随贷征收制度的话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环保局长表示 市政府至少必须再编列两亿元的相关费用来补足 如果基隆的随贷征收那个带子的费用 如果比照双北的话 我在跟各位大会这边做报 基隆市政府一定还额外 我们讲至少还要编两亿的钱来贴补 这样的征收的费用 至少两亿 两亿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因为我们从台北市和新北市的一个随贷征收 市府必须再额外编列相关的一个费用 来补足这个部分 这是一定会发生 也因为垃圾处理随水费征收 如果改为随贷征收 民众付出的费用上 以及垃圾减量上也都会不一样 因此到底要不要改成随贷征收呢 也引起议员们的关心 临近的城市他们有在使用 可是呢 对于这个老百姓的习惯 尤其是现在污水下水道 这个污水 干管也差不多 接管要差不多 快要完成了以后呢 水水征收是非常 顺其自然的 也是大家的一个习惯 随贷征收当然有它的好处 但是有些人就在讲 那我买那个袋子不是也就是 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污染物吗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就是 有人为了要减少这个袋子的购买率 所以它有可能就真的乱丢了 那你也知道 金融市可以乱丢的地方 真的是随处可以 所以在这里有关于水带征收的 这个垃圾水带征收的政策 是不是可以 在多家的这个研究 或者甚至做一些民调 让老百姓看看 他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子 垃圾水带征收 或是垃圾减量的问题 那我要讲很高兴 就是环保局这边 其实有间开始决定 要来评估说 就是垃圾水带征收的政策 包含财务 包含说就是对市民沟通的部分 那我这边明确建议一下 那个 如果要执行民意收集 请不要直接用民调 那个政府的前期沟通 跟资讯揭露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环保署 其实广站上都已经写到了 水水费征收平均加户的 这个垃圾处理费 是比水带征收还要高的 再来其实媒体都整理了 各县市的 就是每人每天 每公斤垃圾处理费 的高低 基隆是排在第十几名 我们每人每公斤的 垃圾处理费是一块钱 现在水水费征收 最低是哪两个县市 台北跟新北 水带征收 台北甚至低到 每公斤是0.39元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明确把这个资讯 提供给民众知道 而不是发一个新闻稿 或是用民调说你支持吗 民众当然听他不知道 他就会说我不支持 然后就拿来丢在我们面前 说这个政策不用推吗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子来使用民意 如果未来真的要朝向 中央垃圾贷来进行处理 那么民众的 每月的家户花费 虽然会相对的更省 这个我再次强调 这也是引用 你们自己做出来的研究数据 虽然更省 但是市政府要编列的预算 可能每一年要增加两亿 对吧 这个两亿的数字 如何出来的 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两亿会严重影响 基隆市财政 那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评估 到底垃圾减量重量 还是基隆市政府财政重要 这件事情 我们是可以进行公开的讨论 这个没有问题 环保局长赖焕宏强调 这件事和全民都有关系 随带征收等于改变 基隆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所以更需要跟全民来做 最好的沟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